Hello 大家好 今天Kata在山上和大家去洪水坑附近 和大家輕鬆郊遊行山 主要我們有兩個目的地 第一就是神雕石 第二就是我身後的油準石 英文名就是Falcon Rock 看不看得出來給你 Falcon Rock Falcon Rock 正式開始之前 想跟大家介紹一樣很期待試用的產品 就是Taurus Coolify 2 其實是第一代已經好評如潮 很開心可以跟大家一起開箱 第二代這個冷氣機仔 它不是一個方式 很簡單的一個冷氣機仔 事不宜遲我們先開箱 其實跟第一代的包裝有點相似 也是有一個圓形的盒子 拿走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很棒 它有一個勾給你勾住 是讓你隨身攪帶的 挺搞笑的 很可愛的 還有它是有一個拉鍊的 它真的方便你真的拿出去的 它的包裝很漂亮 它有一個繩式是保護著它的墓碑 很搞笑的 原來它是很優勁摺摺摺摺摺摺的 整部機只有兩個按鈕 分別有一個按鈕 還有後面有一個switch的按鈕 我猜是按鈕開機和轉換 它其實有三個功能 分別是冷氣、風扇和新一代的特別之處 它可以制熱的 即是它是冷暖兩用 這一代它其實是會有一個電子顯示板 顯示它還有多少電量 有兩塊磁板的什麼 會制冷和制熱 兩邊頸都可以感覺到冷 而且它是用Type-C頭來充電的 它會有LV1、LV2和LV3 三個不同的程度 LV3應該是最大風 我相信很多女生都會擔心 如果戴上頸的話 會不會蓋著頭髮 好害怕啊!!! 不會啊 它沒有蓋著的 好害怕啊!!! 又好笑的 頭髮沒有蓋著 不過你也要梳起頭髮 因為上面這個位置 原來會再有出風口 向上吹 吹著我的臉 而且它頸兩邊的位置 就是涼滲滲 好像冰一樣 哇!好舒服啊!!! 大家都知道我是大汗的肥仔 我真的很需要這些黑貨技去幫我 不要再出那麼大汗 它中間呢 這裡就是一個圈圈 有一條充電線在這裡 有USB to Type-C頭 這個就是我的說明書仔 上面寫著 SIMPLE BUT UNIQUE 那有幾張東西 原來它這個位置是用來吸氣的 不知道真的什麼叫吸氣口 這個好舒服啊 真的 它冰冰涼涼的 我想這樣夾著的頸子 哇!好正喔! 我想快點試一下 戴上衣服 雖然不是防水 但它是防汗的 我作為一個大汗的肥仔 要跟大家一起戴上衣服 看看它有沒有 如果我這麼大汗 它都沒有壞的話 代表它真的是 真了 其實它一開機 它只需要一秒 它就會變得只剩2.8度 一著機 就立刻感覺到那股涼氣 即是電子產品 大家都很在乎 我充電時間 那它Type-C頭 充電一定會快一點 只需要你充3個小時 它就可以用到18個小時 以後來就是我 戴著這個去實測行山 到底是不是真的合理呢? 大家一起期待 我們來到兆康 又是一些大西北地區 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歡 就是大西北的山 因為很狠 今天這個地點 有點南門 那... 南門就好了 南門就少了 不用再問 那我們就要回到兆康 東京鐵站那道穿車 大家留意住 在1號月台這裡 YAHOO 我們要去中古穿的 幾條路線都... 一條條都去到 自然上一輛車 都會去到我們今天的 去地 2分鐘 我真的在巡邏 現在在浪地圍下了車 因為我看著後面這條天橋 然後呢 我都好像來過 然後我就下車 然後再認真 看一看地圖 就是... 應該是下車 現在我要等一班車 等下一班車 再去中古穿 先啦 我們... 我們真的來到中古穿 因為呢 我記得有一個和平新村 印象很深刻 前陣子不是經常玩那些... 什麼地理常識題的 看到這些名字 我就覺得好像那些... 以下那條村落是... 正確的 所以就有和平新村 和平九村 不和平村 讓你選擇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我剛才不是說我認錯了一路的 因為來到這裡 其實就是... 就是天橋了 我發現這裡有這麼多天橋 如果我認天橋的話 就錯了 那下車之後呢 我們就要走天橋 然後再去對面 即是向山岳走 咦? 那不是青山嗎? 那些人呢 經常把青鐵路鬼呢 就比喻... 成... 日本的... 什麼? 青... 青鐵嗎? 青鐵路? 那些 其實也有幾次的 特別是屯門 屯門會比較近 屯門的路會比較寬 而且人口密度比較低 真的不太差 那來到這條衣服座呢 就再去酒吧 那我... 那我一陣子 那這條衣服座 那你喝幾次就喝幾次 很多 那來到中屋村的門牌呢 裡面就有一間士多的 如果還沒買飲品的話 就可以在這個中屋村寺度補給 那你就轉進來這裡 又不記得開錶 今天是Hike 馬上收到GPS 我會駕駕駕駕駕駕駛 是 最近這裡也會生水生氣 那如果我們太熱的話 可以在公廁那裡 做一下妝容 先來做一個 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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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就是和平青春的良情 很多魚啊 下面有很多魚 真的很多魚 這些魚很令人不乾 我想他游不到去其他地方了 他這一輩子都是困了這個框 這兩輩子都可以進去 這個藉口差不多到那裡 這個位置走著暖路 所以我們已經很深厚 大家可以看到嗎? 最尷尬的架底 還有這個位置已經有點汗 我要洗出我的飯堡了 這個位置走著 試完開箱後 我真的超期帶上山的效果 因為我真的好 但我和同行的朋友 是一直都沒進去的 很棒啊 吹著 很棒 很棒 我們就這樣帶著來 嘗嘗它的效果 不知道 我現在戴著這個東西 我覺得好像 好像抱著毛巾 好像抱著毛巾 我之前看人家戴 我覺得好像抱著頭巾 但我自己戴著 我覺得好像抱著毛巾 因為這個人不夠帥 放上去 我看 BJ 好合格 這個應該不會放上去 BJ 好合格 因為它好冷透 應該冷透 那邊 哇 傷口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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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怕 我只知道你準備要睡 我只能準備 我只能準備 你害怕 對 我已經下班 不是 我只能準備 你不是淘汰吗 我会有很多人 我突然跟自己說要添定,要添定他出不了,但我也是好 我前度過了第一關,但上次來是沒有走的 我記得是裝了電子感應,你經過他,有喇叭播出狗廢聲 我們在這裡和這一站,不知道是哪一站 幸虧整條和平山村,我們終於來到入口,是屍帶 沿著這條路一直走,就到我們第一站,就是洪水省水騰 來吧,來吧 樓梯上一點後,就會是一種形式的山路,我們會向下走 千萬不要上去 如果大家經常抹汗,要記得帶毛巾 平常看到我包在手上捲著那些,我覺得沒那麼漂亮 然後就會帶毛巾 很可愛,是雞仔 很可愛 好可愛 我來抹汗 哇 熱死 剛才我關了風扇一會兒,就爆汗了 現在開了三度之後,就馬上沒有出汗的衝動 下面就是洪水省,你看很漂亮的衝動 但他們就覺得,其實很骯髒,很暈軸 就比較少人會走這條間上 我們走下來途間,看看吧 這邊真的挺漂亮的 有點像清大石家 軸的水,不可以碰的 它不是清大的一種軸 你看到它是很多雜質的一種軸 這個形態很漂亮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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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各位長頭髮的朋友說一聲 如果帶這個風扇,其實真的要帶起頭髮 要不然呢 它這個位置是 吸風口 是一種軸的 頭髮是會放進去的 我真的很弱智 為什麼會覺得它是會不放的呢 我想說呢,平日走這些路 我應該是爆汗爆到瘋了 公道點說,我現在不是沒有汗的 不過呢,就不是那些爆出來的那種 我之前是很誇張 那些汗真的很誇張 我打開了這個之後 那個人好像比較放鬆 那我們這裡呢,就出去 那邊 那邊 那邊就是洪水香水塘 我們剛才就是沿著這個 然後呢,就從旁邊那邊上來 這裏呢,不知道可不可以坐著水泡泡 這個想法會很瘋 而且下面的水汗真的很髒 超多泡泡 很瘋 然後呢,我們走到橋這邊呢 就會沿著水塘邊 就走一點點繞過去 然後才上山的 剛剛呢,就在橋邊那裡放了一陣塘泡 那我們呢,再去前一點點的位置呢 它一個是水塘邊的東西 那我相信那個位置說呢,也很漂亮 那我們就沿著水塘的路 然後向前走 走到一點點,很近而已 正啦,來到午餐時段了 就在真仙馬那些壽司仔 對啦,但因為太餓了 所以已經吃了五塊才記得的 還有,真奶啊 你今天來輕鬆郊遊呢 絕對是要... 有這麼輕鬆就這麼輕鬆 有這麼肥也這麼肥 好開心啊 走山有真奶喝,真 走山呢,真的不用每次都走得這麼辛苦 這麼HK 有時呢,就來水塘邊輕鬆郊遊 其實都很爽 好棒 好棒 最重要呢 這垃圾就要帶走啦 我們剛剛就在這個位置 帶來幽圓 剛剛吃完手 喝完珍珠椰茶 就走回頭一點點 才開始上山的 因為上山就要點力氣 所以就要吃飽飽 那我們走前囉 十幾二十米 就在這個位置上山了 就在這個位置上山了 這個熱了超多 超曬的 吃完過夜之後呢 生了極多 哇 今天這些天氣來走這些路呢 那時候好像傻子了 好冷熱喔 欸 我見到 我見到神雕石了 我已經 剛剛看到了 遠遠的尖尖的東西 這裡有很多松果啊 看看 有些大粒 有些小粒 這個很大粒 哇 很多 一定也是 這整棵都是 超級多 哇 哇 一拉看過去全部都是松果樹 這些要聖誕節走 那種路 啊 很多啊 到處都去了 真的 那原路呢 也有很多這些 電單車走過的路 超級的 哇 超斜的 哇 後面呢 很荒謬的 有一點點像 去了 哪裏呢 小小像 因為它又不像清福那裏 那麼 那麼荒謬 好好笑喔 我發現呢 我今天上次的GPS是走 我發現原來上次我也有走錯這個位 又是去到這個位才發現自己好像走錯了 那我們要下去 好搞笑喔 我竟然可以同一條路走錯兩次 還要在差不多位置 我發現自己走錯 那走到這個位置呢 我們發現了很多分岔路 那在分岔路那裏呢 我們要貼著 右邊 即是一塊大的石塊呢 大的石塊的 右邊 大火 這裡有水 沒錯 泡一泡 一泡 也好喔 有一點 今天真的很熱啊 沙石 沙石 慢慢 洗一洗手,其實也會冷靜一點 不知道水臭不臭 有點不安 好像都OK,沒什麼問題 唉,有條濕的毛巾,舒服一點 不經不覺,因為我們太氣了 所以都已經三點鐘 沒辦法 站著走上,太舒服了 大家來走這條路就明白 這條路是一條非常適合斜著走的山路 走一走都有一些很開揚的位置 是讓你休息的 那些路就很貴死衰窄 因為被電單車走到這樣 中間有一條坑 唉,斜到死 每次都用小腿力地頂著自己上去 很辛苦啊 唉,還沒多久啊 我終於想起這條路,我想在哪裡 就是圖坑桐 因為有些蟲果 還有這些浮沙碎石路 又是沿路沒什麼人 而且又是伊斯蘭蘭 而且又是伊斯蘭蘭 正正是那條路的路況 然後有很多奇怪的石在路邊 有些雙齒在兩邊都 嘩,我們到了第一個景點了 我覺得這塊石好像飯糰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名字 我先暫明飯糰石 還有一個地標 飯糰石 這條路中間就看到了 糰雕石 哇,這些日子都有人在裡面 厲害 在飯糰石的旁邊 其實這塊的裡面是一個石室的 我們先找路邊進去 這塊的裡面是一個石室的 我們先找路邊進去 哇,這塊真的開了冷氣 很棒 這個位置有自然風在這裡 很舒服 好舒服 好舒服 要在這裡休息一下 太細鳥了 咦,我們就走到那邊了 是嗎? 對,平常是我們原本這條路來的 神雕石出發 上到這塊石之後 我們已經到了修成處 因為之後的路段 都是非常好斜的 剛才頭半段上山是很辛苦 但是之後呢 就是很多 一些大石頭 是 一閒一流 你看 其實好像同學同學 都一樣 單在這個位置沒有海景 如果一說是海景 就要遲些 上次我也是這樣說 到這裏很慘 都是有時間可以在這裏 探索一下石頭 好正喔 很多大石頭 現在 遠一點的位置就是一層層 如果大家走開山 都會認得這些就是 向著電塔的方向走 這一陣容 要等著外面又走開山 好笑 在地上的外面 今天真的不是學習天氣景過那麼簡單 今天就先看看這顆星星 我覺得有點相似 你知不知道那個大個床 然後身邊有兩個螢幕 我們稍後走到近一點 看到當然是看到它還有一隻眼 所以還是有點遲 是不是很可愛呢 今天真的很好天氣 其實雲是超美的 是不是準備打風雨的雲 旁邊那些不知道有沒有名字 但其實我留意到 這裡下面有塊球板 很漂亮 有些人在這裡 看完這塊石頭之後 就會下山 那裡有人了 就是那裡下山 下去洪水 省水塘 也有些人會在這條路上 那我們呢 剛才就沿了這邊的山脊梨上 還有呢 剛剛也留意到 其實我們看到青山 然後 那就是源頭山 可以看到整條的 背靈霜道 在這裡 好可愛啊 如果這裡用全景這樣過去 其實會很漂亮 然後這裡有一塊石 又是很開陽 又是超好氣 其實這裡沿路都可以的 即是如果你不怕熱的話 哈哈哈哈 其實真的 是完全沒有遮掩 沒有染 神經病的 即是熱到 爆了 那我等一下就好像那邊 那些行山人士 那樣呢 就上山頂 你看到那裡 再不差 再說 說到其他山 那裡有著塔 那個位置 就是九徑山 那我們不會去的 有些人就會 走到那裡 上完屋頂之後 會去回九徑山那邊 不過太辛苦了 我們會拿回大堂走 因為大堂那邊走 都方便的 有巴士 所以可以出元朗吃東西 那我們呢 退出點 大家也知道 很關心退出點 交通啊 有沒有東西吃啊 有什麼配套 那些 所以這次這個行程 我們會選擇去大堂 就不會拿回屯門的了 那一條小路呢 就可以走出去 神雕石那裡 可能這個位置低一點 好像這個位置低一點 其實我看不透 我看不透 我看不透 眼睛 玩手有兩隻眼 整件事會變得很搞笑 很棒啊 我們終於到神雕石了 又要跟大家說回 上次呢 其實我這棵樹呢 什麼樣子啊 這次無蟲 極恐怖 哇 哇 哇 好像山的腳 真的超級像 超級像蟲蟲 它這裡全部都是一種樹 一種樹 那我們呢 在神雕石這裡打完卡之後呢 就走著神雕石的後面 這條路呢 就繞回這座山的後面 哇 熱到 又熱又曬 唉 我覺得這個花多漂亮啊 有些淺粉 有些芯粉 還有那個桶呢 很可愛的桶 好像毛毛球 漂亮 好多啊 這裡好漂亮 哇 這個 猩猩形狀的 搞笑 哇 千萬一根 這段路呢 離遠望到呢 都看到有些 有些 有些隻的了 哇 結果走下去呢 比想像中還值得 哇 扯爆了那小腿 結成 大家原諒我 那樣纜了那條毛巾 在心口裡 真的很熱 哇 前面好像有風了 我們上完這個山仔 哇 是風 哇 好舒服啊 有什麼舒服 過 是辛苦過後 有些風來 吹乾淨的河 來啦 吹走我 你呢 我現在 我現在這麼肥 我怎麼可以吹走呢 哇 好 好了 我們就走去 那邊山頭 這樣行行行行 馬上回到去 差不多了 其實在這條路後面 吹 好累 超累 但很舒服 我上到這個位 又是 超涼爽 剛剛 其實是被我們這座山 擋鬼 那些風 所以是金局 哇 踏上到這個位 真棒 這幻想你猜猜它是什麼 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作曲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MING PAO CANADA LO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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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LOO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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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最後的你們可不可以留言和Like我這條影片吧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想看更多的游沙滿水的靚水 歡迎評論我的IG和Facebook Bye Hachikin 感谢观看